今天中午的人氣話題帶您來看到 有一間位在桃園觀音的廖老大茶坊 日前被廖老大點名說是最難喝的加盟店 最後還被停止授權 讓店主氣到砸爛了招牌 現在打算要重新出發 還改名叫最難喝的飲料 網友看了直說 反而很好奇想喝喝看 到底是有多難喝呢 一名男子手拿球棒猛砸眼前廖老大招牌 飲料杯也遭殃 兩人之間是有什麼深仇大恨 民眾幫忙緩夾 說店家一氣之下才會有激烈舉動 這間在桃園觀音的廖老大茶坊 前陣子被廖老大本人點名 是難喝的加盟店 要他們乾脆別開了 加盟主反批公司 最後被終止授權 事後轉念直接改名 最難喝的飲料重新出發 網友看了直呼 難道這就是自我解嘲嗎 一定要來喝喝看飲料 到底是有多難喝 他們就是決定做自己的品牌 他們什麼東西都已經準備好了 店家改名放大絕 成功成為討論話題 至於到底是不是最難喝的飲料 還要由消費者做最後判斷 記者林住強台灣報導 戲劇者林住強行事 城評級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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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